1.5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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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否把握出机会 球打进了 这个进球 很好地反映了他们的战术 等待对手出错 司机发起反击 打败了 12分之后 30分之后 Lionel Messi 是他 好机会 斯拉赫 关键时刻上演精彩 球被截了下来 起脚上班 他们太狂暴了 尼巴拉 雷西 找到了空隙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裁判身上 点球 葡萄牙得到了点球 球员们还在表达着自己的看法 不过很明显裁判并不想听 他挥手是以球员们走开 在裁判看来 这个动作太粗野了 这种情况是需要有人站出来 只不过时机不太对 进了就会扩大领先优势 太冷静了 把对手远远甩在了身后 内马 将球转移到另一边 这个跑位漂亮 他获得了射门的空间 尝试打一脚 有了 外星人般的表现又进一球 他们完全掌控了比赛 这次的跑动 凌晓的代球 进球是必然的 这球太精彩了 对方只能缴械投降 凌晃的盘带 冷静的射门 这球太完美了 打敗 盘带 倒了62分钟 是 最后20分 罗亚利巴拉 莱奥内尔为西 他得了 一场血洗 又添一球 停不下来的节奏啊 这样说吧 如果你看到了刷数据的机会 你会放过吗 当然要火力全开了 第四个进球 他是今天的主角 去吧 第四位 小米西 漂亮的脚下功夫 上门 手帮要化线为一 佩佩这脚踢得很远 漂亮 能进球吗 打进一球 我们很难称之为对抗 几乎成了一种羞辱 漂亮 这样看来 他们的进球表演还没有结束 帽子戏法 他今天状态太火爆了 这名球员今天的表现 可谓是无人能挡 绝对为球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七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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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hamed Salah